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维生素C 维生素C呢 它在人体里面最重要的作用有三个 第一个是用来帮助身体解毒 第二个就是用来帮助身体构成胶炎蛋白 第三个就是用来直接的去对抗病毒和续警 对人体的免疫力有巨大的影响 在自然界里面呢 大部分的动物 它们自身都有合成维生素C的能力 所以你会看到狗可以吃垃圾堆里面的东西 可以吃水沟里面的东西 甚至呢 我有讲个笑话 狗还可以吃粪便 那为什么它吃这么沾的东西 它居然不生病呢 因为呢 狗呢 它的身体有制造维生素C的机能 一旦遇到病毒和续菌的时候 它自身会合成出维生素C 在山羊 羊呢 在山上吃草 山坡上的那些草 可是没有经过消毒的 也没有人帮它洗过 所以它在那里吃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吃到腐败的东西 有时候会吃到脏的东西 吃到一些有害的东西 那么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东西呢 山羊呢 它身体也会制造维生素C 当它处于紧急状态的时候 它可以一口气制造出 五万毫克的维生素C出来 几乎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制造维生素C 唯独有一个系列的动物 就是属于灵长类的这个动物 包括大猩猩 猿猴子 还有我们人类 这个群体 不会制造维生素C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大自然的进化当中 内人员 盐猴 人类 逐渐的选择了 以蔬菜水果为主要食物的 人类呢 自己不会制造维生素C 可是水果摄取量呢 又远远不如猩猩猴子 所以体内的维生素C含量呢 时常处于一种 将要枯竭 完全不足的一种状态 维生素C的缺乏 令到人类非常容易受到 续颈病毒的感染 维生素C的缺乏呢 也令到呢 我们的皮肤容易松弛 所以当维生素C缺乏的时候 人也比较容易老化 容易比较受到续颈病毒的感染 容易呢 出现皮肤上的皱纹 斑点 在症状方面的表现呢 就是当维生素C缺乏的时候 你可以开始出现口干舌燥 容易感冒 出现肋成纹 牙龈出血 这一系列的症状 包括子斑症 化痕症 骨组织弱化 黑色素 沉淀 白肋胀 在上述所讲的症状里面 牙龈出血 嫩成纹 化痕 骨组织弱化 子斑症 白肋胀 这几个不同的症状 都代表的一个因素 那就是人体的毛细血管 脆化 脆化的原因 是因为维生素C的缺乏 造成胶岩组织不够紧密 因为胶岩蛋白的构成 是有维生素C的参与的 一旦缺乏维生素C 就会缺乏胶岩蛋白 一旦缺乏胶岩蛋白 就会使人体的组织 容易脆化 容易破裂 所以很多的女孩子 经常身上发现 有很多的红点 我们把它称作叫做 点状出血 那就是指你身上的微血管 在某个时间突然间破裂 为什么很容易会破裂 稍微有点压力就会破裂 因为这个微血管很脆 另外很多的女孩子 经常感觉到自己身上 纸一块 清一块 也不知道谁捏的 谁按的 为什么呢 同样的 也是因为血管容易破裂 所以 维生素C缺乏 对身体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当维生素C缺乏的时候 你的免疫力就会开始持续下降 那各位知道 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 他 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 疾病的发生 都跟免疫力的下降有关系 如果能够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就能够基由人体的免疫力 来战胜各种不同的疾病 可是呢 一旦免疫力下降 那么什么疾病都有可能发生 那么 维生素C的作用呢 包括可以防止活性氧的危害 阻止自由基的产生 从而防止老年性的白肋脏 另外呢 它可以亦防贫血 缓和压力和疲劳 同时可以亦防感冒 让感冒快速的恢复 然后呢 同时维持肌肉血管 肠道的弹力 并且增强联膜和骨骼的脏力 同时可以抑制过敏反应 降低血中挡骨唇 然后亦防坏血病 抑制癌症 同样的 如果缺乏维生素C 而导致上述的疾病 对你来讲 这是很不划算的事情 每一天 如果你额外补充一些 天然的维生素C 假设你补充200毫克 你大概只需要花 你只需要花三到四块钱 就可以做到 可是呢 三到四块钱 可以帮助你 减少犯癌症的可能 可以帮助你 保持皮肤的弹性 可以帮助你保持骨骼的强度 可以帮助你 预防坏血病贫血 可以帮助你 预防老化 如果你学会从 饮食当中 补充一些营养素 可以让你避免 许许多多 让你非常烦恼痛苦的疾病 我认为 这样的一个习惯 对我们现代人来讲 很有意义 当然 是不是一定要去 补充维生素C呢 我认为呢 如果你活在 五十年代 四十年代 如果你有机会 大量的去吃 很多新鲜的水果 甚至把水果 当成主食 那么 也许你不需要 额外的补充维生素C 但是现在 可就困难 现在呢 我想一般的人 顶多一天 吃两个三个水果 两个三个水果 所带来的维生素C 顶多呢 可能有五十毫克 六十毫克 这样的维生素C的含量 你只需要下一票 就消耗完了 你只需要一紧张 就消耗完了 你只需要一发呆 迟疑 这个感觉到压力存在 稍微持续一小段时间 就消耗完了 你只需要接触病毒 接触续警 接触一些粘东西 很快就消耗完了 所以这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空气污染 环境受到很大的破坏 加上呢 这个很多人 长时间的都在疲劳状态 这个时候 当你疲劳的时候 是特别容易被感染的 因为疲劳意味着身体 死细胞会在体内大量的堆积 不能够及时进行新陈代谢 死细胞的堆积 就提供了续菌和病毒 大量的营养 讲到这里呢 就顺带讲一下 很多这个传染病 很多的感冒发烧 很多的炎症 是从何而来 人体呢 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死细胞 当你的免疫力正常的时候 身体会迅速的把这些死细胞 把它吞噬 把它处理掉 可是呢 当你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下降 新的细胞不能够及时的 这个伸展出来 然后呢 免疫水平又持续下降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的体内的死细胞 就会在某个角落堆积起来 假设这个角落是在眼部 微循环这里 那么眼部呢 就会发炎 所谓发炎 就是指细颈感染 所谓细颈感染 不是在于细颈感染的你 而是在于你的这个部位 提供了大量的营养给细颈 什么营养 就是死细胞 细颈是不能伤害你的正常细胞的 它只能去伤害 已经受到损伤的 或者已经死完的细胞 才能够作为它的养分 所以当你的身体死细胞堆积在某个部位的时候 就意味着那个部位随时都会发炎 随时都会被感染 因为感染的不是续颈核病毒 感染的是续颈核病毒得到了大量的养分 这个养分就是死细胞所提供的 如果死细胞堆积在肝脏的组织就会得到 你就有可能会得肝炎 如果死细胞堆积在肾脏的毛细血管 你就会得肾炎 如果死细胞堆积在胃部的粘膜组织 那么你就会得胃炎 如果死细胞堆积在肺部的粘膜组织 你就会得肺炎 所以首要的就是要清除死细胞 打个比方 在一个车库里面经常有很多的老鼠 如果你去杀这个老鼠 杀掉十只很快就会再来十只 因为这个世界上老鼠的这个数量 可比人口还要多得多 你是不可能把老鼠杀完了 那么怎么样让车库里面没有老鼠的 很简单 你去把车库里面提供给老鼠食物的 那一些食物给弄走 那一些垃圾给弄走 老鼠就不会再去车库里面了 对吗 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把家庭里面的一些角落 清扫干净 那里就不会有粘栏 那里就不会有蚊子 可是如果你的家庭里面 经常堆积着一些垃圾堆在某个角落 那里面就会置身细井蚊子 餐饮 粘栏一大堆的东西 对不对 餐饮和蚊子是赶不走的 到处都是 赶走了也还会再来 可是最重要要把源头弃除掉 所有的炎症的关键 就是在于死细胞的堆积 而死细胞的大量堆积 来自于身体不能够及时的进行形成代谢 同时免疫力下降 所以这里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在精神状态非常好的情况下 其实你吃饭不需要洗手 你可以乱抓乱吃都没有问题 就很像少数民族里面很多的人吃东西都是用手抓的 自然界里面所有的动物吃东西也都是用手抓的 没有人用摊扫也没有人用筷子 自然界里面所有的动物抓到一个食物的时候 绝对不会拿到水里去洗一下再吃的 我相信老虎抓到一只鸡已经不容易了 如果还要找到一个河边去洗的话 肯定很麻烦 你会发现所有的动物其实都不害怕细菌核病毒 只有人害怕 因为人自己身体不能制造维生素C 又不去好好的补充维生素C 维生素C是最直接了当可以帮助你提升免疫力的 真正的卫生不是洗不洗手 不是接触不接触病毒 我觉得适当的接触续紧病毒 对人体并没有伤害 实际上我们这个给人种疫苗打疫苗 本身也是输入尸弹的细菌核病毒 来令到身体产生抗体 所以实际上真正的干净 并不是指洗手洗脚 真正的干净是指很强的免疫力 是指良好的身体状态 假设你身体接触过某种细菌核病毒 身体产生过抗体 那么你身体再接触到这种细菌核病毒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对吗 细菌核病毒尚且如此 我们身体所认知的这些食物 如果身体能够处理它 就代表身体有处理它的系统 一旦这种食物过量 其实对你的身体来讲 不是造成伤害 只是造成浪费 身体会把过量的这些东西 自动排斥体外 比如说你吃香蕉吃的过量 你就会自然而然看到香蕉就恶心 你吃肥肉吃的过量 你会自然而然听到肥就害怕 对吗 实际上呢 食物的过量 它的危险性是很小的 一般来讲 第一个 你要吃到过量 已经是不容易的 第二个 就算吃了过量 一般来讲 身体会以呕吐 拉肚子的方式 排除体外 可是呢 我要强调的就是 其实营养的过量 营养素的过量 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 不足 因为过量是可以排除体外的 但是不足就意味着 身体的化学反应的中断 不足就意味着 身体的构造所需要的材料 不足 一是造成身体的损伤 不足是马上就会造成伤害的 而过量 其实只是多出来排除体外 您的质量 您以后 您得带到 您的质量 谢谢大家